我浑身就五分钱劫匪都嫌弃 抢了又还我了怎么判 我被劫匪嫌弃啊 你别说啊 这真是 广西合约呢 有个女子准备到ATM机呢 存2500块 突然碰到一个男的打劫 这种情况当然是选择舍命保钱了 啊不对啊 舍钱保命 但是啊 这个劫匪心想 我好不容易盖票大的 就2500 那不行 哎 就让这个余额多取点 结果余额啊竟然是零 比我还穷呢 哎呀 就没胃口了 这嘴角上还你这笑一笑 哎把钱又还过去了 估计呢 这哥们也有点法律常识啊 自己盘算 扛这么大风险 就抢了2500 这是血亏啊 哎呀 还他算了 再说整个抢劫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文明 哎 没有发生任何肢体碰撞打斗 那应该就没啥事啊 但是 最后这哥们还是被抓了 哎 你们知道为啥吗 其实啊 并不是说 没有暴力就不算抢劫啊 这个利用胁迫 或者其他造成被害人 不能反抗的强制方法 也是可能够能抢劫的 还有啊 这个劫匪马上把钱还回去 哎 并不是说这个不算抢劫了啊 想到钱了 就算计岁 哎 但是呢 你当即还钱这个行为呢 哎 对量刑有影响 哎 肯定比抢 还求跑要轻啊 这是 你怎么看的 我被判有期徒刑 九年八个月 可以请求判我十年吗 我有一种反复持久 出现的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 哎 明知道这些观念和动作无意义 却无法控制 并以复杂 表现形式多样 哎 比如像你这样 要求多坐几个月牢的啊 这是强迫症啊 没跑 哎 蹭之蹭喝 想多住几个月免房屋的事 别想了 说不定你中间有啥减刑假释的情况 哎 出去的更早 时间一到呢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不过啊 如果你在里面不乖 再犯个啥事的 哎 能多待会儿 但是要刚刚凑好这十年 可是个技术活啊 最起码你得把法律闻通 但是呢 真的不提倡啊 那就真的是快走火入魔了 大学生嫖娼时间太长 女子拒绝后被打 并被强行快乐谁对谁错 火 这太迪谱了啊 啥事也有 就之前 21岁的大学生小猪 哎呀 深更半夜 在火车店旁边 找这个酒 就被一个48岁的女子小牛 带到了住处 哎 你懂得 50块 但过了20分钟了 还没结束 这小猪就催啊 我拼击都5分钟 出一单 你这效率也太低了啊 这个小猪正开心啊 哪管这个 哐哐哐揍了一顿 继续 哎 大学生又过了20分钟 才结束 这小猪呢 左思又小 也太委屈了 就报警了 那小猪够中犯罪吗 当然了 首先呢 这俩的快乐交易啊 根据治安管理处合法 66条 10以上 1050以下 拘留 5000以下的罚款 这小猪可是亏大了啊 50一次 你们算算 哎 此外呢 这个小猪 把小猪打成了轻生 哎 构成故意伤害 三下以下 同时呢 尽管这个小猪啊 为48岁的卖姻女 哎 但其性自由和性权力呢 依然应当说 行把他保护 这个小猪呢 红成抢签队啊 三到十年 你说 好好一个大学生 你说进去了 哎呀 这个东点法律 何其重要了 还不赶紧怪中国 我上班迟到被老板骂 偷电瓶车上班 违法吗 这脑回路够大的啊 哎 江苏某男子 因为早上等公交车上班 迟到了 他一怒之下啊 决定偷一部电信车 用来上班 后来就被抓了 哎 民警就问了 你为啥偷车呢 他说啊 前两天早上等公交车 迟迟不来 哎 让我上班迟到了 当时这么个同事的面 被公司听到给凶了 自己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侮辱啊 感觉我幼小的心情出道到伤害 哎 被民众说偷电瓶车 骑着上班的想法 最后呢 哎 他被刑政拘留两天 哎呀 我心想啊 你萌充出骑电瓶车上班的想法 没有问题 但你就萌生不了自己掏钱买的想法嘛 就想去偷别的电瓶车 这个偷东西啊 说一千遍了 哎 金额不大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拘留罚款 金额过大 哎 情节过于恶劣啊 涉嫌盗窃罪啊 数额较大的三年以下 数额巨大的三朝十年 这个呢 被公司领导批评 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啊 你看我啊 就经常不被批评 哎 不过呢 不要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啊 当了不干走人呗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吗 楼上突然掉下一个人头 算高空抛物吗 最近法国土轮呢 发生了一起砍头案啊 当地一男子呢 将一个装人头的盒子 扔出了公寓楼窗户 不用说 没多久就被警方逮捕了 这也太离谱了啊 如果这事穿在中国 人头可以算高空抛物最终这个物吗 哎 人头呢 都已经脱离了人身体的这个整体了 当然算啊 只不过 这比一般的物更惊悚啊 这个高空抛物呢 以前啊 一般是按民事侵权来处理 如果可以确定 是谁高空抛物的 就这个人进行赔偿 如果无法确定 就可能造成高空抛物的这些业主们 集体进行人道主义补偿 在从3月1日起呢 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生效 高空抛物正式入行 情节严重的 直接判处一年以下 很显然啊 你这个抛人头 是符合高空抛物最终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的 之前人民日报呢 也说 一个空一拉罐从25楼扔下去 就能治人死亡 一个鸡蛋呢 从18楼扔下去 就会把人的头骨给砸破 所以如果你是故意的高空抛物啊 导致别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那就可能构成过失杀人罪 或者过失治人重伤了 这点罪可比高空抛物判的众多了啊 一个行为处犯 两个罪名责任处罚 哎 夏天快到了 祝高层的同志们 哎呦 可别乱扔啊 一小块的西瓜从25楼扔下去 也能直接打死人 警钟长鸣 电影事故原形 儿子已找到人贩子和买家 到底谁更可憾 火 值得恭喜的是呢 这个德华主演的电影《事故》 你们看过吗 他的原形人物 郭光棠的儿子 据说找到的 真的是太惨了 从97年 两岁的儿子被暴走 此后十多年 郭光棠啥也不干 人生就一件事 找儿子 其他工作车呢 找遍出新郊 西郎外的所有省份 跑了40万公里 报费10辆摩托车 他说 就在路上 才觉得这么有气 说点开心的是 据说孩子目前在河南 警察的近期将安排任性 有人说 这人犯了真他妈太可恨了 一个家庭直接毁掉了 建议池 也要建议车利 按五国法律 一般也就五到十年 对于拐卖三个以上 或者拐卖机能的手脑腾 才十年以上 或者无期 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 你比如拐卖妇女儿童 15人以上 等极端残忍情况 才会判死刑 你比如这个 传生的 美与皇宜 那人犯的和买家 到底谁更可恨呢 有人说 买家才是拐卖 犯的根源 法律会用裁 三年以下 这也太少了 你们觉得呢 关注我 助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